这是P600Pro的视频教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接口部分 这是充电接口 OTG跟电脑接口 也就是说可以连接电脑来直播 或者是手机都可以 这是一个立体声输出的接口 伴奏接口可以接电脑 手机 平板等设备来输入伴奏 这是一个耳麦接口 就是不使用麦克风的时候 可以接入一个耳麦来说话 这是监听耳机的接口 这边有两个3.5的直播接口 分别为直播A 直播B 这边是普通5V的一个电容麦克风 跟一个动圈麦克风 这边这个是一个48V的麦克风接口 还带有了一个乐器接口 现在我们开机来看一下 长按电源键开机 现在一起来看一下面板部分 当你接入48V麦克风的时候 这个48V的按键一定要打开 这样子说话才会有声音 先从左边这个旋钮来讲 这是美音 美音的话是针对人声的中高低音加强的 平时唱歌的时候可以使用零档 一档 二档是低音加强 三四五六是中音加强 七八九是高音加强 第十档就是一个特定的效果 就比如你们使用乐器外录的时候 就可以把美音调到这个十档来使用 右手边的混响弦流 是可以在录音棚KTV MC模式下 可以去调这个混响大小 比如我们现在切换到KTV模式 就可以去转动这个混响的弦流 去调节它的混响大小 中间推子部分呢 就是音量的均衡调节了 这是麦克风的音量大小调节 监听音量就是自己耳机听到的声音大小 伴奏音量呢 就是放音乐进来的音乐音量大小 录音音量是控制整体的输出音量 所以这个平时一定要把它打开 乐器就是你接入乐器内录的时候 控制乐器的输入音量大小 然后按键部分就是这个静音 静音按下之后是麦克风静音 变声呢是短按可以切换 蓝变铝变铝变蓝 魔兽音娃娃音等音效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 短按是切换 然后长按就是取消变声效果 闪避功能呢 就是你放弃音乐的时候 你开启闪避功能 说话的时候音乐就会自动降低 现在我们放个音乐来听一下 回一二三 回一二三 回一二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这边是直播跟听视录竿的效果 直播就是自己听到有混响 然后无论你录歌或者是录视频直播的话 都是带有效果的 那听视录竿呢 就是自己耳机听到有效果 但是录出去其实是干声的 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呢就比较适合用在全民K歌 或者是唱吧这些唱歌软件上面去使用 游戏模式打开了以后 就是关闭了自己的耳反 游戏模式是长按开启 然后切换模式的话就可以再切回去 就可以听到自己的耳反了 电脑内录是电脑直播的时候需要开启 蓝牙开关也是长按开启或者是关闭 然后到中间的按键分别有五种模式 原声录音棚KTVMC电音 那电音模式呢可以在这四个模式下配合去使用 比如说现在原声可以开启电音为一 电音短按短按式可以切换12种基调 那如果你想取消就可以 一边切换一个模式 它就可以取消或者是说你调到A大调之后 它返回去的时候它就是关闭的状态 那中间的十个是场空音效 我们这些音效呢都是立体声的 效果 这边有三个自定义音效 就是可以遇到遇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或者是说特效的时候可以把它录进去 然后48伏就是接入48伏麦克风的时候需要打开 打开了这个48伏麦克风 如果你不接麦克风的话 你只接一个耳麦去说话的话 耳麦是没有声音的 你把它关掉耳麦说话就有声音了 降噪功能呢就是可以把周围的环境音去掉 比如说你你现在在一个环境比较吵的地方 你把它打开起了以后就可以把周围的一些杂音给去掉 消原唱功能是你放音乐进来 如果是带有原唱的那种 你按下以后它就消掉原唱 就变成了伴奏那样子的 特效音量呢就是控制这些特效的音量大小 如果你正常不打开的话是正常的音量 把它打开了以后音量就会变小 安卓手机的连接方法 我们生卡有三条线 一条是生卡的充电线 也可以电脑直播的时候连接使用 还有两条音频线 生卡还配有一个遥控器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两台手机 一台直播的一台伴奏的手机 我们先打开其中一条音频线 连接到你放音乐的手机 另一端呢就连接到生卡的伴奏接口 那么我们如果觉得接线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打开伴奏手机的蓝牙来连接 打开了以后搜索到P600Pro的蓝牙 然后点击配对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线就去掉了 直播的手机还是使用这条音频线 连接到直播A接口 连接直播的手机 连接好了以后 我们把耳机接上 监听耳机接到耳机接口 如果你使用的是普通的5V麦克风的话 是这种接口的 就需要接到生卡的这个3.5V的电容麦克风接口 如果你是使用48V的麦克风 那就需要接到48V的麦克风接口 接了48V的这个按键需要打开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正常直播的 那么苹果手机怎么连接呢 如果你有购买一条这个生卡的苹果OTG线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连接使用 接到生卡的这个OTG的接口 然后另一端连接到你的苹果手机上面来 那连接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这个OTG的这个灯 是有亮起来的 那就代表是已经能够正常使用的 连接了这个接口以后呢 这个直播A的这个接口就不需要再接了 电脑直播的连接方法 首先我们还是要把耳机还有麦克风连接好 再使用生卡的充电线连接到这个OTG的接口 另一端连接到电脑的USB接口 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需要切换生卡的电脑模式 好 当我们连接好了以后呢 就需要在电脑上面去设置一下 找到右下角的这个扬声器 然后鼠标右击 打开声音设置 找到声音控制面板 然后呢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播放跟录制这边呢 都选择P3B的设备 像这种其他的设备的话 你可以暂时禁用掉 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再把它恢复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选择完了这个以后呢 有大部分的平台在里面都还是需要去设置一个音频的 要不然的话直播间也会没有声音 所以呢我们就以YY来为例啊 然后打开YY 然后这里有一个设置 系统设置啊打开 然后你要找到它这个语音视频的设置 音频设置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它是没有自动的跳到这个声卡的设备的 所以我们要手动去选一下这个设备 然后你点击确定 这样子的话 直播间才能够正常的听到有声卡的效果 还有音乐 声卡的三个自定义音效的录制方法 首先我们先接好耳机 那么麦克风可以不接 如果你一定要接麦克风的话 记得把麦克风的音量关到最小 然后要连接到你录制的这台手机上面来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OTG线 然后连接到手机 或者是你可以连接A直播A或者是直播B接口 那么连接好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另外一台手机连接好声卡的蓝牙 然后呢 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特效 我们以这个音效一为例 我们长按 长按了以后呢 自己耳机可以听到按下确定录制音效 那么我们在按下的时候呢 它就会同时在录制 我们就开始播放这个音效 好 它闪烁完毕了以后呢 就已经把它录进去了 那我们现在就回放听一下 好 这样就完成了 以上呢 就是P600Pro的所有的视频讲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